今天午后一场闪电大雨 把雪龙多个地区变成了水乡泽国 许多停车停车场来不及移走的车辆 浸泡在水中全数泡汤 此外 滂头大雨也导致多个地区交通瘫痪 重灾区包括了古载路 宏图园和敦拉萨路一带 从视频中可见 一眼望去都是汪洋一片 估计水位超过两尺 数以百计的车辆泡在水中 也有一似一辆警车被困在水中动弹不得 首相拿多斯里伊斯迈沙比里今天傍晚时分 在推特上转发了消防和拯救局 以及民防部队的救援照片 他指出 吉隆坡有六个地区受闪电大雨影响 消灾区和民防部队已经出动协助受影响的灾离 他促请驾驶人士避开受影响路段并小心开车